最新的調查報告發現 在通脹持續下 本國很多家庭都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面臨財務危機 唐紀蘭報導 一份由德信保險公司今天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面對包括央行加息 和通脹未見放緩的前景下 本國很多家庭將會很快面臨財務危機 再加上聯邦政府取消發放各項疫情補助金 預計將會直接影響國民的存款能力 尤其是威脅低收入和負債國民 不過報告同時表示 全國勞動力市場仍然維持旺盛 雇員收入增長基本上跟得上通脹速度 預期國民的消費開支 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逐步緩和